大家好,欢迎来到解密去历史,还原历史故事,分享精彩瞬间,说说历史上的那些事。 每当提起黑势力,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残忍的男性匪徒,但今天这一位略有不同,她是一名女性,却是黑社会犯罪团伙的头目,她在组织中的威望非常高, 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就是私生活非常混乱,公然包养16名男性为自己服务,开设赌场八十余处,在当时可谓是嚣张至极。 她的名字叫谢才平,可以说是中国最牛的女黑老大,然而她之所以敢这么嚣张,其实全是靠着自己丈夫的哥哥,丈夫叫文斌,是一名普通的工人, 但是她丈夫的哥哥却是大权在握,她的哥哥叫文强,当时文强的职位是重庆市的司法局长,而这个职位也成为了她犯罪的保护伞。 谢才平,1963年2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八县的铜冠义镇,1982年她高中毕业后进入铜冠义税务局成为一名税务干部, 并和当地的淡肥厂工人文斌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,一家人生活美满幸福。 1995年,谢才平通过老公文斌哥哥文强的关系,调到了重庆渝中区税务局,受当时灯红酒绿环境的影响, 看着别人开豪车,穿名牌,住别墅,谢才平也开始关注金钱。 在这期间,她染上了赌博,因为她是赌成性,在赌博过程中,谢才平逐渐意识到如果能坐庄暗中办赌场拿抽头更赚钱。 于是,她于2000年干脆办了停薪留职,从单位出来专心开赌场。 慢慢地,她还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,和当时重庆黑道人物王平合伙开设赌场,从中获利。 2005年11月28日,谢才平因聚众赌博被抓。 因赌博罪,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五个月,也正因此谢才平彻底丢了在税务局的饭碗。 入狱后的谢才平并没有改过自新,出狱后,并未因此收敛自己,反而更加变本加厉,为所欲为。 这回她学精明了,不再傻乎乎自己做赌场老板,她以每天500元基本工资,外加300元奖励的优厚条件,招揽社会闲杂人等充当赌场临时老板。 还声称,如果对方被抓,承诺会尽快将其捞出来,如果坐牢了,会照顾好对方家人。 所以,谢才平得以一次又一次逃过打击。 此时的谢才平可谓是日进抖金,在重庆地下赌博市场呼风唤雨。 他随便组一次赌局,都要抽出所有赌资的5%,少则几万,多则十几万。 另外,他还给赌客放贷,俗称放水,赚取高额利息。 他养了一帮打手,替他卖命,谢姐在江湖名头越来越大。 谢才平赚到前后,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,开奔驰跑车,跨名牌包包,穿顶级名牌,出入高档会所,吃山珍海味。 住高档别墅。 包养了16个情人,都是什么也不做,专门服务谢才平一人。 但是,谢才平最喜欢的是一名叫螺旋的情人。 2007年春天,谢才平在饭局上结石螺旋,此人身高1.82米,长相帅气。 言语间时常逗得谢才平开心不已,一顿饭下来,两个年龄相差,近20岁的男女一拍即合,一个为了钱,一个未寻开心。 从此,螺旋以贴身跟班的身份,与谢才平出双入队,为谢才平安前马后的伺候。 两人经常逆在一起,坐一张椅子,螺旋为他捏背锤腰,倒茶位时,谢才平为螺旋买车,买房,出钱投资,生活极度奢靡。 彩色兼收的谢才平以为自己的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,直到2008年8月犯下了一桩大案,由于谢才平过于张扬,也引起了警方注意。 2008年8月14日,谢才平一伙在重庆市南岸区负责生态大官员开设赌场,一位民警穿便衣到他的赌场暗中调查,搜集证据,却没想到意外被他识破,竟然派人毒打民警,还将他拉到荒废工地非法拘禁6小时,后来同事及时赶到,这才就出来。 2009年4月,警方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开始对谢才平的赌场收网,一举端掉了谢才平的这个犯罪窝点,并且开始对谢才平实施抓捕。 谢才平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,最终难逃法律制裁,他已经很久不出现在公开场合,而是四处逃窜,谢才平和情人罗玄四处躲藏,罗玄为他租了多处房子躲避警方追查。 落网后,警方查明,谢才平团伙仅仅从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,开设赌场非法敛财数亿元以上,设立过的赌场多达80余处,参与赌博人员累计达数万人次,因赌博导致100多个家庭妻离子散。 法院一审判处谢才平有期徒刑18年,罚金102万。 罗玄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6个月,罚金20万。 谢才平原本和老公女儿一起过着幸福的小日子,然后调到重庆市区之后,被声色全马的生活诱惑,没有把持住自己,落得个丈夫吸毒,自己入狱的人间悲剧,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 你们怎么看重庆谢姐的悲喜人生呢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,感谢您的收看,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,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